核心 核心 所以 因為這個佛他的香 他的智慧功德香就是無窮無盡 我跟你講 因為佛這東西就是無量無邊的 所以因為無量無邊他只要拿這麼一點點 就好像剛剛講的太陽無量無邊 一點點光就可以照耀過我們 這個天上的雨那麼多 水那麼多 雨那麼多 然後一點點,我們這邊就能夠解除這種旱災,對不對? 下一點點,我們就可以解除旱災了 你看這個天,天才大,天的得現 天要養人才有辦法 是不是啊?你用人力,總是有窮境 是不是啊?台灣再厲害,你看還是要靠 上個禮拜下一順雨,然後南部就比較好一點點 這麼一點點就不得了,對不對? 所以有賢的魚,來養的我們色孫 那無賢的華語,你看,先後來這個傳道,降道 因為這個降道,只要這麼一點點,一件事情 多少人就能夠蒙受這個大恩大德 是不是?這個當然是不簡單的 不簡單 所以他現在就起這個喚,來給這個菩薩 然後這個九百萬菩薩他們都說啊 他們現在那一些香激河的那些菩薩說 歐文也想去,歐文也要跟著這個化菩薩 然後到搜婆世界去,想去觀光 順便要看見什麼叫做搜婆世界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件呢? 還有我們要禮拜釋迦摩尼佛 還要來見一間威魔節 還有這一間菩薩 好,要來見是可以 不過呢,這個香激河就告訴他 你去,要稍微縮練一下 為什麼?因為我們這邊太香了 太好了,太完美了 那我們搜婆世界的人 這個地方五軸二宿啊,是不是啊 閱歷比較重 你如果,如果你先去顯出你的香 你沒有辦法跟他們啊,核光粉絲 讓我們這邊的搜婆世界的時候 會感覺到,好像喔 會自卑 那自卑會沒有現身的,人太自卑也不好 是不是啊? 所以你為了去,要表示跟他們一樣 就在佛經都是這樣子 很多的佛經像華華經也是一樣 都是要稍微內唸一點 稍微內唸一點點 好,所以不要讓我們搜婆世界的眾生產生以後 還有呢,你要收入的本性 不要你們太高了,你們的功德都太高了 不要這樣子 這樣的話,讓我們這個搜婆世界的眾生 會感覺到自己啊 感覺到很悲哺 感覺到自己很恥日 對不對? 所以不要有這種輕視的心 來到我們這邊,要不要 要稍微保守一點 不然我們這邊會 會有一點自卑感 會有自卑感 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呢?現在就講 現在這一句話就比較重要了 他說啊 十方的國土都是如同虛空 所以我們講 這個虛空是沒有分別 你抬頭看天都是無窮無間 所以每一個搜婆世界 它的虛空都是無窮無間 但是這個佛土就不一樣 佛土是,每一個佛土都不同 你看我們不要說講到外面 講到我們的這個地球上 每一個國家的夜報都不一樣 對不對?你看 瑞士也是國家 你看那個什麼 什麼非洲 什麼索馬利亞 那也是一個國家 是不是? 差太多了 差別太多了 但是他抬頭看天空一樣的天空 所以這個叫做 西空沒有分別 但是佛土有差別 對不對? 諸佛的岔土 因為他們的每個圖 每個世界 每個夜報 眾生因為都是一種供業 我們都是一種供業所獻的 所以地域有地域供業 所以他們獻出來是這樣 對不對? 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它所獻出來 是這樣子 都是一種化劍 這個都是虛幻 但是西空是平等 所以我們講 平等從的分別就是這樣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 斯文國土 它西空是平等 但是佛為了要化這邊的眾生 落下化者 因此 它會不敬獻它的這個清淨 的這個火土 就好像 我們第一篇就講淨土品了 這本書第一篇 有沒有? 剛才瑟利帆有人問他 為斯嘉摩尼 所以 斯嘉摩尼後來不是把他的腳踩下去 不是變成整個莊園嗎? 那這個意思告訴我們怎樣? 本來我們的自性 本來都是清淨 菩提自性本來清淨 這個才是真正的 我們的淨土火土本來是清淨 但是因為我們眾生個人的無靈、業力、能體 所以我們顯現出來 我們就不清淨 對不對? 這個怎麼說呢? 你看 我們從山上流出來的水 是不是都是很乾淨? 本來我們本來就很乾淨 但是一流到的這個火 這邊來的 我們以前的這個河水還是比較清淨 前幾十年前 淡水河還有魚 現在魚就沒有辦法 你說是不是它 它才汙走了 是不是它這個河本來就汙走了 不是這樣 是因為我們的業力 大家的知識 對不對? 一個無靈 我們一個無靈 沒有一個公德心 顯現出來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汙走 那一樣我們這個世界 這個交通會亂 我們資安會亂 那不是本來會亂的 我們以前社會不是這樣 資安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們年紀大一點都知道 那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一種大家的一種共業 就是大家的共識 大家的知識 大家的想法變成這樣 這個時代的想法變成讓我們這樣 所以大家活在一起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已經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從以前慢慢慢慢變變變變變變 變到這樣子來 但是日本一個外國人來 一開始來到我們這邊 那時候你小孩子 他一看到以為我們以前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以前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啊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就可以了解 這本來都是很牽涉 就好像水在上流的時候是很牽涉 就好像水在上流的時候是很牽涉 到了下流他會就變成汙走 是不是? 所以人心本來也是牽涉 但是自己的蒙屁 夜障 對不對? 好像算是垃圾一樣 我們給他越來垃圾越多越多 他當然你就汙走 對不對? 就空氣是越來越汙走一樣 所以這個人心的汙走也是如同這樣一樣 是不是? 你要他怎麼顯現出他的牽涉 但是他究竟內在還是牽涉 所以我們怎麼講呢? 這個就是看你的方法 譬如說這一杯水他本來是牽涉的 對不對? 那如果這一杯水 我們常常接觸那個墨水 我們講進墨則黑 他變成汙走 那汙走的水你要讓他牽涉 要怎麼牽涉? 有很多種方法 有的是說我們燒一支燒 蒸溜水的方法有沒有 你用蒸溜的方法 他不是汙走的還是變成牽涉嗎? 這個就是用休閒的 你知道嗎? 轉性成智 那我講不必這麼困難 我講不必 我只要把這一杯水 你把它倒在大海裡 這杯水 黑麥水就要倒在大海裡 大海大洋有大量 你知道嗎? 大海大洋的大量 這杯水累 全都沒看到 那黑水全都沒看到 要了解嗎? 所以我們人 你也算說我們用修行 修行也是一種方法 苦修苦練 那我們不必 你看今天整個老母 大開普度 天明浩瀚 你整個你的身心 整個就投入 投入整個老母的陷海 投入無量的虛空 投入無量的新量 新量廣東 你那整個就沒了 那你這杯比較快 這不是要用洗碗 我告訴你 是不是? 你跟整個融合在一起 開國老母陷海 開國老母陷海 你整個都沒了 這個才會是不快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整個佛 通達這個佛的知見 整個的新量廣大 而不是用修行 當然小勝是用修行 你這樣練練練練到這樣 整倍速要練久了 很不簡單 所以就看你怎樣 所以這個想給各位做一個參考 是不是? 所以實實情無事的 用這樣修行也可以 或者說你本來 你整個容易溪空 容易大海 無量無邊 還是清淺 好 所以我們一樣的 佛的國土本來是溪空 那因為我們內小法者 才用這種方法 用這種有為法來度過眾生 是這樣子的 是一種方便 所以叫做全法 好 他們還不了解什麼意思 所以等一下他們要來到說佛事 要來到這邊了 等一下才會知道 我們講百聞不如意見 現在化菩薩 就接受了他的這個 相機有的這個患 所以你不要小看這一波患 是不是? 這一波患就不得了 就好像有講過 觀音菩薩他那個 建水瓶的那一個水 住古住今那個 那個陽流 建水瓶 就可以知認多少眾生 是不是這樣 老師的一個俘虜 你看就可以練多少單 就無量無邊了 所以我們不能用人世間的有限 來揣測佛的無量無邊 所以我們講這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就是這樣子 我們不可以以管來虧天 以離來測海 我們以眾生的心 要來揣測佛的無量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心量廣大就是這樣 我是剛剛講過 為什麼你這杯水把它倒到大海去 你要知道佛的大 講到天恩 師德的浩瀚無邊 然後你整個融入在那個 投入在整個浩瀚無邊 你馬上過氣的那個無靈 過氣的煩惱計較 一切的顛倒夢想 業力 通通都 對不對 進入大海 消失得無言無中 這樣才厲害 這個才是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好 所以他們現在就來了 他們就來到 來到這個威貓水這邊 所以他們從那邊離開了 就來到 撒那之間 所以我們知道 在佛間來講 從那邊來到這邊 當然都是一個心量的轉變而已 對不對 我們講 疑量就是三千大千四千 所以在佛間你們 如果用修行的我剛剛講過 用這邊水漢房 那提煉的當然一定要很辛苦 對不對 我們講十萬八千里 如果以迷的人來講 要混臉混臉 以物的來講 都是你心中的十二八千 一樣的 你看從四十二個符合沙士 刹那之間 當下就來到我們收破之間 所以生活他們都是一道靈光 對不對 藍天門 這個藍平山一下就到我們這邊來 他們都超時空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的心量 我剛剛講過 周邊整個虛空 周邊整個陷海了 他跟整個天地融合在一起 所以他當然的周邊性 周邊性 你是要學佛間 你一定要有這種無量無邊的這種心胸 這種無窮無盡的時空觀 來讀佛間才可以 你千萬不要再落入他的多少多少理念 這個怎麼 這樣心念沒辦法轉變 這樣有了解嗎 好 意念就來到這邊 虛以刹那就到了 好 所以我們講一下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就是這個天堂 近在眼前 即刻就到 即刻就到 是不是 這個時候 來到這邊 維莫姐當然畫 九百萬個座位 然後就請他們坐下 跟上次一樣 跟那個第五品一樣 他們就有這個座位 然後這個怎麼做 這個就不必再說 因為第五品已經講過了 是不是 好 再來 他們這個幻就請出來了 這個香啊 哦實在是 普遍的 變滿整個皮的厘層 變滿整個三千大千四千 然後大家都聞香而至 這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知道佛的威德佛的佛光 我們這個法會在這邊一開 佛在這邊一開法會 那遠近周遭 對不對 這一切三朝的眾生啊 天龍八部通通都要來 聞天火法 都要來 啊 沾兩這個佛的這個 威夷 是不是 來受到佛的一點佛光浮照 就可以消掉他們多少的業力 大家要來蒸這麼一點點香 沾到這麼一點香 這不簡單 所以我們能夠常常接近佛堂 接近這個仙火 這個是我們的造化 是不是 我們的造化 所以大家都來 都要來沾一點佛氣 沾一點佛氣 好 這個時候 怎麼樣 啊 不但這樣子來 這一些地主都來的 連第七審也來的 一百零一月 第七審也來的 虛空的審也來的 異界色界 諸天的大家都來 這邊當然就是 諸天通通都到了 到了 然後威魔姐就告訴社利和說 你們大家 大家都可以吃 為什麼 如來的甘味滑味大悲所幸 無以限異 這一段 你要把它畫一下 如來甘味滑 甘味滑 甘味滑 大悲所幸 無以限異 食之死之不消炎 所以你看啊 佛的這個飯 它是甘味滑味 它這個香是怎樣 大悲的香 大悲 大悲是無窮無盡的心香 因此咧 我們不要用有限的心 你如果有限的心吃下去 你就不能夠消化 沒有辦法消融 所以我們吃了要消化 消化才變成你的營養 對不對 如果所以你看 生活講的道理 講的文字 它是文字 講的聲音 那是聲音 如果你沒有把它消化進去 聽了沒有消化進去 那就是從這邊耳朵 從這邊耳朵就出去了 這就是沒有消化 沒有變成你的 你的跟你的心 沒有融合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我們聽話 一定要把它消化 才有營養 一樣的 吃東西也是要消化的 聽話 華味要消化 好 所以這個佛 有的這個聲聞 有一些對這個小知見的這個聲聞 他們說 這個飯這麼少 怎麼過吃呢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是這個小量 小量的人 他都用這個有形的心 用有形的 要來揣測無量的 當然是不可能 這個時候 華菩薩就告訴他們 你們不要用聲聞的小德小字 來稱量 如來無量 無慧 四海有盡 我們講四海 四海龍王都還有盡 我們講三窮水盡都還有盡 對不對 都還有盡 所以一切的人來吃 甚至大家都吃 吃得像西米山那麼高 也來吃 吃一劫也吃不完 對不對 你看我們老師的 激光的心 無量無邊 一直到現在 我們老師的這個訓文 老師的這個這個這個 吃片 我們一直到這樣 你怎麼聽 你怎麼聽 聽那麼多了 對不對 累積了那麼多 從老師這邊吃了好多 營養的東西 但是你們吃 你再吃太多 老師還是可以給你 吃不完了 對不對 你看耶穌基督那本聖經 到現在多少人都還在吃這一本聖經 前世這十六億的人在信他 還是無窮無盡 孔老無主這個術師 到現在大家還是在研究這個術師 對不對 所以吃不完了 佛他通天了 所以我們人都是有限 人只要用人的力量 一定要通天的才有辦法 天啊 我們講天大地大 天大地大 一定要通一天去 這樣會有大 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辦到 一定要你的心量 要通一天去 是不是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講到天人士德 講到老師 講到老子師 老師師母 都是一定要通到這邊 一樣我們自己的心量 也是要通到這個天 是不是 慈悲惜舌都通天去 所以只有跟這個天 他才無窮無盡 所以無盡的借鄉 店鄉 會鄉 解脫鄉 解脫出現鄉 你看 不是講 住現五分鄉的功德嗎 所以列祖堂堂堂堂堂堂 什麼叫做借鄉 新地無灰 什麼叫做店鄉 新地不亂 什麼叫做會鄉 新地無吃 對不對 貪春吃的當時來一時消滅 面向光明 貪春吃一時消滅 借店會了 然後解脫 因為我們是四五的 我們給自己的 貪春吃 我們台灣人說貪春吃 自己貪丟 誰綁住自己 自己綁住自己 對不對 好 你把它一放開就解脫了 所以我們一解脫 我們當然就解脫之間 所以這個解脫之間 當然我們就叫做 荷光粉絲 要走入這個人情 進入這個世間 要關懷社會 關懷 是不是叫做解脫之間 所以這樣的 做以五種功德之相 他所思之以 一點點都是無窮無盡 他吃了剩下的都不得了 所以現在大家 請大家都來吃 你怎麼吃都不會吃 這個人物旁在一個室 就是不會欠缺 不會缺少 不會缺少 所以現在大家 這些大菩薩大家 哇一吃了 吃了以後 從他的這個 都是很快樂 好像我們聽到這個華語華會 大家一聽 大家一聽 大家是不是都身心快樂 不但很快樂 天龍八部 也都是很快樂 是不是 天龍聽的都是非常欣喜 永家大叔講就是這樣 正道說 哇天龍極天生心夜 香象奔波吃氣味 整個大家 龍象一聽啊 都是很高興 所以 一切的莊園 一切樂莊園的 樂莊園果的 譬如一切樂莊園果 這個快樂 依舊好像什麼快樂 好像是 那種莊園快樂的莊園果的 那個快樂一樣 再來 我們將到一個整個毛孔 我們講的這個叫做毛塞燉開 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叫做毛塞燉開 當然那個毛是 草去燉 去草啊 把我們的路通 塑塞了 你現在把那個草把它除掉 那個路徑就通出來了 叫毛塞燉開 那一樣的我們人本來有八萬四千個華文 本來都通的啊 我們台灣人說一支毛關三個鬼 有嗎 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呢 我們本來富華神很多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會 很多人會說他會遇到這種 這個 就 Email要刊提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他自己的富華神已經 離開他了 因為他的心念已經偏離了 富華神當然就離開他了 所以為什麼 我們有八萬四千種 四千個煩惱 障礙是我們自己八萬四千個華文 所以每一個門 我們自己 怎麼樣 我們講天堂有路我們不去 地獄一語無文偏偏進來就是這樣 我們把自己往生天堂的路 自己去阻礙 對不對 所以現在 他怎麼要打通了 八萬四千種煩惱 用八萬四千種藥 來迫持八萬四千種煩惱 每一個毛細孔都 頓開一樣 當然你就從你的內在的 內性 人性的光 我們講乘一中行一萬 所以現在 沒有障礙 是不是 一切就從你的八萬四千個毛孔 就流露出 八萬四千種煩惱 所以你就跟他香雞火那邊就一樣 就一樣 好 所以 這個時候 維某姐就問這些眾香菩薩 來 香雞如來是怎麼樣說法的 他說 我們那邊不必送你們這邊這麼辛苦 我們那邊不必用語言文字 所以用語言文字這個是比較粗淺的 因為語言文字這種東西 人家比較看不懂 文字比較看不懂 外國人看不懂這些東西 聲音外國人也聽不懂 不是很麻煩嗎 但是你看這個香 你看這個花 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歡 不管是夏威夷 不管是日本的煙花 不管是陽明山的花季 不管是荷蘭的那個益金香 對不對 不管是這個泰國的蘭花 是不是 玫瑰花園 主要的這個香 不管是化果的香水 你看 全世界的人大家都知道這個化果的香水 一點點就那麼貴 所以這個香 大家 都是喜歡 是不是 大家都喜歡 所以這個是世界共通的語言 就好像微笑一樣 大家全世界共通的語言 你不用講話的 但是你只要一個微笑 你看到了機場 語言不通的 你還是用微笑的 是不是 用你的芬芳 用你的一張親切的 慈祥的臉 然後你顯現出 你的方向 對不對 你顯現出來 那當然 那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聽得懂 就可以會心的微笑 會心 人會心的不是要一定用語言文字 心可以通 這佛 不是跟我們用耳朵 用語言在講 以言在講 我們用耳朵聽到而已 佛是用我們的心 跟我們的心在講話 所以這個叫做 以心應心 以心應心 心中的 不是言文字 所以他用這個 鼻齒的芬芳 然後大家 就進入這個清淨的這裏 就行菩薩像 所以我們大家主要坐在那個香樹下 聽聞到這個香 然後就 一切的智慧得慎的寶藏 就得到了 當然一切德性的寶藏還是我們自見 對不對 我們的天性 就是一切德性寶藏的根本 因此 得到一切寶藏的三昧 甚深的見證 深入我們的內在德性 從這個香就可以深入我們內在德性 提起我們內在德性的寶藏 好像 那個礦石一樣 你把那個寶藏把它挖出來 所以 什麼 這一切功德馬上記яли 我們從我們的德場 德 德 notre場裡面 得相的寶藏裡面 他當然恩完 bliss 馬上記住一切 qualidade 為什麼 因為んです功德都在華春當中 對沒有六华堂 say 功德都在華春當中 好 然後現在看他們那邊 하나 我們要不要解釋 你們這樣 氏氏 你們這邊的氏氏 氏鳕摩尼藏是怎麼說的 喔 我們這邊想法比較辛苦 我们这边要讲什么呢 因为你看我们这边的众生刚强 难话 是不是啊 我们这边的凶了很多啊 暴力啊 是不是啊 烧人家车子了啦 最近不是有小学生 把他们老师杀了二十几刀的台南 对不对 学生把他们老师灌迷药 灌的灌迷糊药呢 几个老师都分岛了 台南台南 现在是谁 不得了 是不是 不得了 这个叫做刚强 难话 所以我们这边才有这么多煎熬艺 煎熬艺也没了 帮帮帮帮帮 光阴不够光阴 光阴不够光阴 光阴不够提早出来 所以这边刚强难话 所以火柴在这边讲 讲一些刚强的话 讲一句话 刚强就是说 我们的心这边很硬 很硬 所以先火柴在这边也要讲个硬 不讲得太软 对不对 要有观赏地均分硬 这样来 我有华力是这样的 要讲那些人才会怕 是不是啊 要讲到没有咽咽 是不是啊 要讲到没有咽咽咽 我们这边都要 要看这个 要看这个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 用调符来调我们 所以在这边才要讲地义 讲地义 讲畜生道 讲恶鬼道 讲一切的这种灾难 讲这个疑人 怎么会变成疑人 对这个他所生的 这个讲疑人生畜 讲我们的生的邪行 生的邪行 哪能来烧到人 是不是啊 我们口的邪行 恶口两手妄言其语 我们的义的邪行 贪嗔痴 那我们有的邪行的因 邪行的阅力 邪行的果报 所以讲杀生 杀生的报 讲这个不宜起 不宜起就是人家没有给我们 我们就拿 这个叫不宜 就叫做道 讲这个邪隐 邪隐的报 讲妄言妄言的报 两手两手的报 恶口恶口的报 无疑 无疑就是妄言嘛 妄言的报 讲贪嗔痴的这个报 所以讲这个称慧 邪戒 尖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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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些报 所以讲这些报 所以再转过来 要怎么样 就要离开嘛 所以要讲十二道 还要讲十三道 讲这个六种邪戒 当然要讲六种的这个托罗密 所以要讲这个杰戒 什么去戒尺这个 持这个罪 是不是这样 什么是犯罪 什么是应该做的 不应该做的 什么是障碍的 什么是不障碍的 什么叫做有罪 什么叫做离罪的方法 要消冤贼内的方法 你看我们在道场要讲冤内 讲因果报应六道轮尾 以前都要讲这个 讲魔口因果报应六道轮尾 法会以前都讲这个 讲什么 讲恩内 这叫做灵性印证 这叫做灵性印证 以前叫做消冤贼内 我们生活社会要讲这些 甚至有时候讲师讲还不够 还要醉俏 是不是 哦以前法会那个醉俏的太多了 那我们不敢相信 有天堂地义的存在 娑婆娑这个重生 一定要给你看到这个 他要死 那他们那边 你看那些 在那些纤维的皮肝 那些就 那些纤维在那里 精良 所以我们讲这边要讲一些 什么叫做过 不过 什么叫做有肉 有肉就是我们有烦恼吗 什么叫做没有烦恼的 无肉 什么叫做邪道 什么叫做正道 我们在这边才要讲正道 邪道要变清 是不是 因此 什么叫做有微 什么叫做无微 什么叫做世间法 什么叫做出世间的捏盘 这个都是蓝化的众生 所以我们蓝化的众生 如同活子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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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讲新年义马 所以要用种种的法来牵制我们 对不对 所以人间有人间的法力 天堂有天堂的这个 我们讲天王灰灰 来抑制 然后我们要像怎么样 像这个马一般 所以要来调异 我们这个马 来调伏 所以我们叫做象马 你看那个马象跟马 象跟马 象跟马这个是那个野生的 本来是那个野生的 它很难调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它野生的那个马 野生的象 要把它调伏到为我们人所用 变成交通工具 这个不简单 所以要把它转过来 转过来 所以我们也讲过了嘛 唐山藏西方起见 唐山藏代表我们人的这一点主宰 这一点年限 然后他还要跟这个孙悟空代表我们的这个心 人心 还有呢 还有沙征 对不对 沙征 这个沙就是说 红尘嘛 红尘如同沙 对不对 红沙的这个红尘滚滚 所以在红尘滚滚当中你要清剑 所以要杀物件 还有那个八罪是不是 那代表我们的这个身心的欲望 对不对 有身的 身的代表身的这种欲望 人一定会贪求欲望 还有那一只马呢 他还有七只马呢 是不是 还有调伏这个马 这样的整个 要往生西方 人身口意通通都要到达彼岸 你要带着你的身口意都要到达彼岸 所以要度过度我们自己的众生 所以叫做住心无边众生 事愿度 要把他度过到达彼岸 所以这一生要用加水儲毒 好像那个马要鞭他一样 要鞭 所以要鞭策 我们这个收婆世界要用种种的苦难挫折 所以叫做天不将将 天将将大任一师人 要苦其心智 老其精骨 恶其体悟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这边 缺腿 缺爬 是不是 真麻烦 所以要等到策骨了 然后他自己 才能够跳舞 所以这一切的刚强难化众生 所以一切的苦切之言 我们要讲到所谓的苦口婆心 讲到所谓的忠言密偶 这样的他才能够入力 进入他的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那些菩萨 听到这样以后 哎呀赞叹 赞叹啊 哎呀 娑婆世界的这个释迦摩尼佛 引竟然他把他最好的那种 竟然引起来 不用 对不对 哈 然后用这种平所乐法 用这种 因为我们众生乐意消化 所以他我们就用乐法 这不简单 是不是 放下他的身段 就好像你是一个教授 你是个什么诺贝尔奖的一样 你是个诺贝尔奖的一个 一个大科学家 这是你的学生 是一刀放牛班的 你说的他听不懂 是不是 你要先跟他 带他放牛 我要死死他 挤挤头牛 我要开始咬去 我们要听到 是不是 程度 学生程度太差了 不简单 所以现在这个重新教育的人 不简单 是不是 所以老师是大教授师 老师你看这么多的徒弟 要来教导我们现在这么多的 现在的社会的众生 哦 那些没法 对不对 所以要不是说老师借工这一步 还没有人有法理 没有人有法理 是不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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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我们在这边 度头众生实在是 非常的辛苦啊 但是 不但这样 不但佛很辛苦 然后我们这边的 帮助佛的这些菩萨 那也是要很劳苦 你看我们要讲课 也很辛苦 对不对 不但要劳苦 而且要谦虚 要当讲师 也要劳苦谦虚 你看我们 那不然 我们各位都是当讲师的 你看你们这样讲 这么说都是很辛苦 对不对 拍到哪里哪里就讲 又没有薪水了 啊讲到不好 人家也不一定高兴 不简单 是不是 不简单 所以我们帮助老师 在一大一年的人 都是不简单 但是都怎样 都以无量的大悲心 我们要现在 也就是 我们在这边要成就大悲心 才能够 在这个此时此刻 在双婆世界 来教导众生 但是呢 虽然这个地方好像很辛苦 不过在这边的菩萨 因为我们的大悲坚固了 因为你在这边要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的 对不对 苦人所不能苦的 所以 在这边于是 你看哦 我们在这边 只要你一辈子 伴一辈子的道 就比其他的国土啊 像你们香气候那边 每天只有在那里 皮旁的啊 啊 你我们在说 佛圣这一辈子 伴到 比他们那边 百千万节 百千节 都还不止我们这边一辈子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在这边才好 这边你要辛苦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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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还是六度波罗蜜 所以讲这个菩萨行 最主要最主要一定要讲到六度波罗蜜 分来 福气十善到十大波罗蜜 六大波罗蜜 对不对 你看 不失度 涉我们的贫穷 呃 持戒 社匪圈 忍入社村会 将近社 世代 禅定社乱与 智慧社医痴 然后 除掉这个一切灾难的法 来度一切巴烂 我们在第一瓶不是有山灾巴烂吗 巴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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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佛前 佛后兰 这个 要下一个 有没有 有小人要有 好 我这边留 第一 巴烂第一个叫第一的灾难 第二个恶鬼烂 第三畜生乱 第四 芒牙 榮牙 芒牙 这个 暗牙 第五四字变充 就是小聪明 第六就是佛前佛后 有缘亦着佛出世 无缘亦着佛内盘 佛来了 你没有出生 对不对 要活去了你才出生 那不浮了 再来 北濟如洲 有的福报比较大的 生长在像瑞士那个地方 像欧洲那个地方 哇 福报太好了 但是那边要修到不容易 对不对 还有呢 叫做无想天 无想天就是达到一个长寿天 那也是很困难 好 还有 用大圣法 我们这边用大圣法要来度小圣 这一切 用一切的善根要来救救济 没有德性 用素种 用素色法来成就 这个众生 素色就是 还是那素色法 对不对 这个叫做素种 好 好 现在后面这个比较重要 菩萨要怎么样 既然这个娑婆世界 不简单 对不对 要来这边要因果很好的 功德很大 那你怎样才能够生长在这个娑婆世界 又没有苍游呢 又来这边没有蜜 没有大蜜 好像没有病 来这边还能够不忘掉你的使命 对不对 来这个娑婆世界 又能够不被娑婆世界所染 要怎样才能够这样子 所以这后面这八种 你要把它画起来 我们要有八种功德 生在这个世间 才算这个世间 不会有病 不但不会有病 转过来在这边能够行功利得 后面有八种 好 第一个 什么什么叫做八种 饶益众生而不忘报 第一个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 利益一切众生 而不要有希望到达你的心 这就是无所自 无为的不舒 第一个 有没有看到 饶益众生而不忘报 第二个 带一切众生受之苦难 带一切众生受苦 你看耶稣基督要带一切众生受苦 观念菩萨要带一切众生受苦 是不是 口脑无耻 臣菜结粮带一切众生受苦 你看我们老师师母 老千人千人 也是一样要带一切众生受苦 你要收婆世界 一定要这样 第三 所作功德尽以失之 你如果有功德的话 如果我们这样做 在道场你一点点功德的话 那我们回向 回向给我们的 三最十方的那一些众生 我们自己都不要了 你要这种心 心量要广告 不要激功 第四种 等心众生 千下无碍 宜知菩萨甚至之之后 第四个 我们要平等心 所以平等心 对众生千虚千虚没有障碍 这样你才处在哪里才不会有所障碍 千虚是美德 是不是 处在低下是最高的 是不是 老主讲嘛 这个水处在最下 才是跟这个道接近 你看那个道子 我们常常讲嘛 越成熟的越低 是不是 所以要千下 才不会有障碍 我们在这个社会 尤其现在这个社会 要稍微谦虚一下 对不对 才不会有事 所以对这个菩萨 世之之后 我们对于一切修行人 我们看起来都像佛一样 不管人家修哪一行的 我们都如同佛一般 第五啊 所谓文间 文之不已 我们没有读过的这个间点 像这个维摩间 很多间 佛间很多 你一听你都不要有疑问 再来第六 不以僧文而相违背 问我们这个小圣的人 有的人说小圣 我们不要问他违背 对不对 各有一年嘛 第七 不吉比供 不高吉利 尤其中调无其心 我们对于别人的 因为 尤其你看现在不是和尚 很多人家那个供养嘛 对不对 我们对于这个人家的供养 我们不要去跟人家争啦 各有 人家各有个人的因缘嘛 是不是我们讲 这个这个 各有前人陌生人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子就比较对了 所以不要跟人家计较 不要比较才不会计较 是不是啊 所以不吉比供 看到人家对人家好 别人对谁好 那我们 不要嫉妒别人 是不是啊 为什么我要平平板得意到这样 那样到那样 不必 这个是个人的因缘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上辈子布施比较少嘛 人家上辈子布施比较多 人家上辈子布施比较多 那是我们布施到少的 所以不高级力 我们不要膨胀自己 不要追求自己的灵魂力啊 是不是啊 我们还是平常心 平淡的过日子 所以以其中调无其心 不要跟人家比较高低 是不是啊 所以叫做不吉比利 不吉比供 不高级力 我以其中调无其心 第八 常行己国 己国 还行自己 不送笔短 不要去 分 去狗狗 刀来刀去 这个刀就是有一点 台湾人说导 导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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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家的短处到处宣余 到处宣余 到处导 不必料 對不對 重要的是对自己 的过错 趕快 凡限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 所以合以一心 求是公德 重要的 一心一意 让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身口意 我們要先公主义得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 要藉着这个施火 所以这个叫做八种方法 有没有 文师师施力一大中中 讲这个法的时候 讲以上这些菩萨行 這個叫做菩薩行,所以菩薩行很容易講,但是做起來不容易,它是正在實踐,所以他們大家都花阿羅多羅三百三菩利心 所以講佛經一定是講這個,一定要花無上正等正解的心,所以大家十千菩薩,一萬個菩薩都已經無神華人,不起這個華人心,沒有不必忍入了 好,以上就是第十品,第十一品菩薩行品,菩薩怎麼去實踐,菩薩綜一這個實踐,就是裡面很重要的,很重要,等一下要講到一個,有這個這個不自由為,不盡無為啊,等一下要講這些,菩薩怎麼去實踐,行啊,行身,關注在菩薩還要行身,知行要合一,對不對,菩薩綜一實踐,綜一行,綜一行 這個時候,佛說法在安羅斯園,我們這一品,這本書不是剛開始是釋迦摩尼佛在安羅斯園嗎,第一品,然後第二品才怎樣,維摩節生病,喔,然後釋迦摩尼佛才派這一些弟子,第三品弟子不敢去,第四品這一些菩薩不敢去,第五品才文師師立菩薩才帶他們去,對不對,然後第六品才講不思義品,啊,然後第七品就講到觀眾生品,第八品就講到這個佛道 第九品就講到這個不畏法文品,這個整個禮就說好,說完了啦,禮說完了,不畏法文這個禮已經說完,然後再講到是,禮是恩榮,對不對,所以講到維摩節,借著,剛剛這個香雞侯,從香雞侯他們那邊,然後他們不了解什麼叫做搜婆世界,什麼不了解叫做什麼略小法,現在維摩節來告訴他們,在搜婆世界,講一輩子,傳一輩子的道,比你們在那邊,百千億節還要多, 還要困難,為什麼,因為這邊搜婆世界眾生,困難度化的,是不是,所以在這邊要用很多的苦心,啊,來講,啊,所以在第十品就講到這一些,那現在,講完了以後他們要回到釋迦摩尼爾這邊來,啊,所以,現在釋迦摩尼爾又出來,又回到他這邊的舞台,所以佛天的舞台就好像電影一樣,有時候舞台這邊,有時候舞台這邊,它是超穿梭的,時空穿梭,好像電影,啊,是這樣子,好,所以現在呢,安羅斯人, 他那個佛,那個講,就好像金剛堅叫做騎術給孤獨人,對不對,他講堅說法,一個地方一個地面都不一樣,有時候叫做廟善宮,啊,有時候叫做官林宮,有時候叫做天然佛人就不一定的,是不是,那邊,相出神,這個叫做什麼,變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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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啊,你看六祖坛間不是,啊,有一個叫做舞子,要請一個叫做盧共鳳,有沒有,在那個藍藍牆壁,左藍要畫這個叫做夢邪經變相圖, 然後沒有畫以前就被神秀給他寫的那一些畫,那什麼叫做變相,這個變相本來就是說,它不是這樣,我們說佛世界看起來是這樣,看起來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但是我們看,看那個佛教他們畫的那個,那個像,畫起來都不是我們這種一樣,對不對,它就是變成什麼三罪時方的,我們這邊,因為我們這邊都是多,這個世間都是無窮無盡的,我們天堂也在這邊,地域也在這邊, 所以我們畫起來就變成這樣,因為我們肉眼看起來是,是這一些東西,你是不是啊,這樣有沒有了解,所以佛看起來所顯現出來,那當然是三界四方,所以就變相,這整個佛堂,我們看起來是,人間看起來是這樣,其實為什麼先我,為什麼看到他們說,看到我們萬道金光,霞光萬丈,所以他們才從天堂,一下子就到我們這邊來,這個就是變相,因為佛光,你知道嗎,我們看起來是廟,你開玩笑,它是那個光啊, 寫起來到蓮小寶殿,這個叫做變相,好,所以它現在廣獨恩寺,中年的,這個法式一樣,一切都會接受金色,所以在佛比翼,最大的慈悲顯現出來都是金,你看我們這個佛像都是,要貼金佛,你看到了泰國的佛像,劉王大金,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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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所以他們在講,比翼,好像佛的那種慈悲,這個金,人的一種慈悲, 多到一個極點啊,那就是變成金色的一樣,這個金就是一種啊,永垂不朽的一種意思,比翼它是一種永垂,對不對,我們講,金層所至,金屎為開啊,這個金啊,不容易耶,金屎比翼是一種永和不壞的意思,是不是啊,永和不壞的,所以佛經才有金剛金,是不是啊,金,所以他比翼,佛的那種威以德性是金剛金色的,好, 然後,佛爛就問釋迦摩尼說,為什麼會有什麼英連,所以佛華講英連,你看法會要開都是要有英連,英連成所才能夠開會,所以現在什麼英連,使得這個道場變成這麼莊園的道場,所以我們一場法會不簡單了,你們不要小看這個法會,是不是啊,不容易了啊,所以啊,有這個瑞相顯現出來,才處,這個地方才能夠有這個廣播原室,一切都現出這個莊園的金色,佛告佛爛, 你看,維貌賊,文師師利,大眾,弓箭圍繞,要來了,他們要來了,所以,因為,所以感應嘛,也是講感應嘛,是不是啊,因為他們要來了,這個心通到這邊,所以他就顯現出,這邊的,這邊的這個,一切的第七神啊,一切,就先來佈置會場,所以他才現出這個莊園的瑞相,佛華神先來了,好,所以維貌賊現在,他們通了,心通了,維貌賊現在也跟文師菩薩說,我們現在可以去了,你看,這邊是釋迦摩尼跟阿蘭, 那邊在走,那邊他們就走,我們現在,一起去見釋迦摩尼,禮拜,跟著一些菩薩一起去,文師菩薩說,對了,現在正式釋迦,維貌賊現在以他的神力,付持著大眾,因為他的右手啊,右手就可以把他,大家就把他拖起來,就拖天了,我們不是講,常常講一句話嗎,這個怎麼樣,運轉昆錢,運轉昆錢,你看我們人就可以運轉昆錢,是不是這樣,就是這種比喻, 佛祖說,說,一手,堵天一手,堵地,那以後都是這種意思,有點參戰天地化意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所以運轉昆錢,帶著大家,然後到佛這邊繞了7000,這個都是他們佛的最高的禁禮啊,我們講375公里,他們繞了7000 繞了7000以後,然後,這個在佛間都是這麼寫的,每一本間都是,一拼到佛,都要寫7000就對了,都要寫7000 然後17年以後,他們就合掌在旁邊 這是他們的禮,合掌弓箭,對不對? 好,然後大家就必坐,他其他都坐,當然不敢坐嘛 本來他們這些菩薩,其他來的菩薩不是都坐在椅子上嗎? 現在碰到河了,不要站起來,是不是要站起來 所以也都一樣繞了七千 還有這些大弟子,這個四幻,這個幻天的那一些 四大天亡天的,大家也是離開周圍,都一樣的要繞 一到佛,所以天上天下,為佛獨尊,佛是最珍貴的 不管菩薩,不管是諸天,通通都要來禮拜 所以佛也就是一樣的吃蛋他們,慰問啊,慰問他們啊,你們住得好嗎? 剛剛一樣的,就是問大家安好嗎? 好,這個時候請大家坐,佛坐下去了,請大家坐下去 各位老師,我們跟老師接完假,老師問我們大家好,是不是? 就是一樣的嘛,我們是到場用接降 他們都是用繞七千,然後頂禮,問啊,問好,佛請大家坐,他們才坐 一樣 這個時候,現在佛告訴瑟利佛說,因為瑟利佛他是這個十大弟子之頭的嘛 他們不是都帶著文師徒下去的嗎? 所以這個本來這一本間就是要講給這些小聖弟子聽的 那小聖弟子是,瑟利佛他是帶對的嘛,好像班長一樣 所以他當然先問班長,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這些菩薩的大事,所謂大事都是菩薩,我們講百一大事,觀念大事 這一些菩薩大事他們的自在神力,你看到的沒有? 哎呀,微然已見 那我問他說,你的意思怎樣呢? 看起來這些菩薩怎樣?是真的,我讀其為不可思議 所以現在這一本書就達到意義了,對不對? 這一本書最主要就是講,從小聖佛法要把他引到大聖佛法 微小向大 現在自己,釋迦摩尼歐自己不好講 因為當時釋迦摩尼歐跟他講,小聖也是釋迦摩尼歐自己講 現在要把他們轉過來變成大聖不容易 所以釋迦摩尼歐這一場,才拖給幫,請這個微魔節來幫助他說 對不對?還有請一個文書菩薩兩個人互相搭唱 還有請香雞火來的這些菩薩 是不是來選出我們這邊,實在是不簡單 這個都是用盡苦心,我們講實在就是這樣 所以現在,使得小聖弟子認為菩薩實在是不可思議 非藝所圖,不是我們的藝所能夠想像的 不是我們的阿諸術所能夠揣動的 這個時候阿蘭就說 今天怎麼會聞到這種香?因為阿蘭沒有氣嗎? 這座還對不到 對不到 所以他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些香? 佛告阿蘭說 這個是菩薩他們這些毛孔出香 對不對? 我們他內在的芬芳顯現出來 這個時候設立讓我們知道 你不要電一下 也是一樣的,有這種常情 他說,哎呀,不但他們 不但他們有香 連我也都有香 你看 現在阿蘭沒有了,你看他就有了 所以他得到這個 他有得到這個大聖菩薩一心電一轉 沾到一點光,你看他就有了 阿蘭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講沾光沾光 這不簡單 是不是華為有空 我去日本人 日本人他們都怎麼樣 他們那個廟 他有很多那個香 然後不要用那些沙 用那些沙 用那些沙 配一些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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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些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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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最喜歡這個沙 用那些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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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都是喜歡這樣 對不對? 沾一點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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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faint 要用那些沙 我贅 bless 那個沙 所以 現在 這個設立場 請問柯 curtain 奇怪從哪裡來的 當然就是從 那邊來 是不是 從香雞火 所以 現在說 人家問他 窯 Situation 因為他說這個香要得到什麼時候才會消 他說一般要七天 七天他才會消 不簡單 我們講大概七天 你看一個禮拜也是七天 對不對 比較會忘掉 我們講一天兩天活在心中 所以消沒有關係 要化 所以要消化 你那一次忘掉了 一個禮拜大概忘掉了 忘掉但是你會融化在你的性海 變成你的智慧 就是這樣才有用 不是你要記得那法會的東西 你也記不起來 剛開始有點印象 一個禮拜就會忘掉 對不對 所以真正的這個是 事實地來講大概一個禮拜 但是真正的要怎樣 真正的 現在底下這個要畫一下 生人人要為入正位者 遲到這個犯 我們天文佛法 沒有入正位什麼叫做還沒有入正位 西陀喊 斯陀喊 阿納喊 這個都還沒有入正位 要等到他成為羅漢 他叫做入正位 所以要達到阿羅漢 他才能夠消 對不對 你要去榮 受到佛法的心頭 去達到這個羅漢 然後如果以正位的話 要得到你的心 一定要真正的解脫 還有如果沒有發大聖菩薩的 一定要發大聖菩薩的心 對不對 那才 你才把它融化掉 沒有關係 把它消化掉 要發出大聖菩薩的心 已經發大聖菩薩的心了 要達到無聲法忍 對不對 已經沒有 沒有這種忍辱了 沒有分別對待的 然後已達到無聲法忍者 要達到一聲補助 一聲補助 一聲補助就像老祖師 一聲補助 後補助 就是說這一輩子 再來就是 輪到他做活 是不是 釋迦摩尼歐以後 再來就是米勒 米勒叫做一聲補助 後補助 後補助 達到後補才消 所以他就講 譬如藥 叫做上衛 這個藥是最好的法藥 比如吃了以後 要等到你的病 我們講到藥到病除 要等到病也沒有了 你這個藥才消 是不是啊 所以最好那個藥才有用 一定要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飯也是一樣 我們吃了這個 聞到這個火 吃了這個飯 要滅除一切的煩惱 一切的毒 心中的那些貪吃的毒 化掉以後才消 所以這個火 這個不簡單的 所以我們知道活火可貴 對不對 再來阿旦就問他 那這個飯 怎麼用這個香可以做活事呢 用這個香就可以嗎 所以 因為他們 我們知道說佛世界都是用講經說法的 都是用語言文字 用顯化的 用很多辛苦的 釋迦摩那時候講 確實是這樣 所以 每一個佛 每一個佛土啊 我們知道虛空是平等的 虛空是沒有分別 但是每一個岔土都不一樣 對不對 你看看他是用香的 那極樂世界呢 極樂世界那就是那個風吹過那個樹 不是 那是瑪瑙琉璃萎萎嗎 聽到那個瑪瑙琉璃萎萎的聲音 難道它就消了 結果就是清淨 那有的像那個天堂 有的天堂市 吃那個窮江的意義 那一吃了他就 對不對 就會發福地心 光華的不一樣 所以你看 有的是用光,佛的光明,點燈 光點這個佛燈,你看那個光明燈妙事,點那個光明燈 點燈就能夠來做佛事,光明人怕黑暗 對不對?如果你在黑暗當中有一盞燈,你就帶給你有一種習慣性 有的是用什麼呢?用佛的衣服 有的是用化人,就像閒化人 我們像我們現在都是比較用閒化,對不對? 先給化人來做佛事,有時候是用菩提室 你看當初釋迦摩牛在菩提室下,大車刀 菩提室看到室,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祖福臨終關自在 你就可以從這裡面就參入你的佛性了 有的是衣服奧記,對不對?你看,給佛穿衣 是不是?我們台灣人要打金牌,還是跟媽祖穿的衣服 他就是這樣,他也是在做,這個在成就他的故事的心 有的是用什麼?用飯,請大家有飯吃 像我們這個吹室族,說好煮飯這個吹室族 請大家吃飯就不簡單 是不是?這個也都是在真正在半道 所以半道的方法,很多方法 不是只有道人還是在辦道 幾個的事情都在辦道,對不對? 都在扶持這個道場 所以什麼叫做佛事?佛就是捷悟的意思 你自己捷悟,幫助別人捷悟,這個叫做佛事 所以不一定什麼方法,不一定 所以這個獎金說法,各種方法都要獎金 有時候在園林,台觀 你看到了像我們到了埔里 你看到埔里那個環境 對的,或是說到那個眉善寺 甚至你到藥山宮就好了 你走那個台階,然後那一些樹木,那一些花 對不對?你就可以好像有一點清靜 人有時候接近大自然 對不對?都可以 好,所以有時候用三十二種好像 有時候有的人看到那種法像的莊園 你看我們千人,我們千人站出來就可以了 只要站在那邊看一看 人家對到就混有信心了 哇,這得真好 是不是?不用說只站在那邊看,看辦頭 我們老千人只有九十四歲,這個九十四歲 這樣 人家就說,哇,這得真好 九十四歲就得真好 不然呢,九十四歲就站起來 這步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不是三十二種好像 八十五,八十種水形 都是他們的這種莊園的這種得像 你看老千人已經都顯出那種 三十二種好像,八十種型號 這一次老千人最近有 上上個禮拜又去日本 九十四歲到日本又講了六個小時 老千人一個人講六個小時 老千人一個人講六個小時 那一本人就辛苦了 哦,九十四歲又講六個小時 我這個無理了 這個倒太珍貴了 所以老千人做了一集 這十幾個小時到美國 哇,美國人就撐 這個倒太好了 九十幾歲還能坐飛機 坐十幾個小時 無難的 他就撐很薄就好了 對不對,站起來就好了 所以這個道德尊貴 有時候你要用人家 怎麼去印證道德尊貴 就看到這樣就是道德尊貴的 三期會變好的 那不是道德尊貴 是不是啊 尊貴太多了 你看我們很多了 不管是小天使班 什麼成績 我們道場的成績 搬出來一點 那成千人都很可以了 你把這些相片 很多錄影帶 有沒有 我們道場很多這個活動 哦,展現出來 洋洋大觀 太多 太多 所以方法太多了 不一定是用講的 你看有時候唱一首歌 合唱團唱一首歌 那就可以 有時候看一個 學生的茶藝表演 我們學生的立德班 茶藝表演 表演一下 哦,大家都花心 這學生就喜歡看這個 他說什麼 經典他聽話 他們會喜歡這一些 對不對 表演年輕人的朝氣 道場的 哇,那種向心力 哇,那種向心力 大家沒有女友他 而且這樣 在哪裡找得到 等一下,我們這個社會 好像找不到這種環境 所以你來到道場 大家展現出這種親和力 哇,這個道德尊貴 你不用講的 知道這麼好嗎 是不是 啊,那是看到人家 整空的軟體 哦,那樣 他就...這個也是在做何事 他就...這個也是在做何事 跟他一堆相片 一堆相片 一堆相片 這樣他就生存很多人 是不是 所以...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有時候用他的佛身 你看佛的這個莊園的這個佛身 有時候用虛空 你看,看到無量的天空 無量的天空 會讓你...哦,你的心廣大 你看到大海也會呈現你 看到山也會呈現你 是不是啊 看到一個流星也會呈現你 人生 這個所以...什麼叫做佛 一切幫助你 存錢你 造就你 讓你捷入這個都叫做佛嘛 佛法 佛所以佛法 不是這本書才叫做佛法 佛堂 佛不是在佛...廟裡面才有佛堂 對不對,你到哪裡去 只要你這顆佛心到哪裡去 你哪裡都是佛 哪裡都是佛堂 所以啊 這個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有時候用夢幻泡影 有時候用夢幻影像 用影影響 用影 用夢 建中像 水中花 水中葉 熱神的怨 用這些來比喻 讓你了解到人生 就如同這些空中花水中葉 你就會知道人生如夢如戲 對不對 對,就會這樣 有時候看電影 有時候看一場戲 你對人生就有所了無 對不對 譬如說有一篇電影叫做 第六感生死戀 你看一看 人生也是 你也可以成千人 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看電影也是不錯 所以你看最近不是有一個美國人寫了一本書 說什麼他輪迴幾十次有沒有 一個什麼醫生嘛 不是他輪迴幾次 一本書 現在變成什麼最暢銷的第一名 最暢銷的 所以我們 由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這邊的道場的人 宗教的人 佛教的人 說什麼英國輪迴 人家不太相信 要有外國人 最好是外國的醫生 外國的什麼心理醫生 他講的 所以來證明有這個輪迴 他已經輪迴幾十次 這個輪迴就相信 我們中國人講鬼故事 人家不相信 第六感生死戀 人家就相信 又奇怪 所以 所以 所以遠來的和尚會練這個 遠來的電影也是 可以成千人都成 所以 方法都太多了 所以有時候用音生 以言音字做佛事 所以有時候用淨土的 清淨的佛土 讓我們大家靜坐下來 對不對 你看那個 什麼佛妻 打禪妻 打佛妻 大家平心淨妻 對不對 在一個很莊嚴事目之下 那也都是 讓你體會到那種 清淨的那種 可貴 對不對 天內之音 所以 清淨的心 沒有話 極沒有無言無事 通通都可以做佛 所以甚至 佛的威夷 極質 一切都是佛事 甚至魔 我們 魔也是來成就我們 你不要把 所以到這邊來 佛跟魔又一樣 對不對 要沒有魔來考慮一下 那我們不會珍惜 你看這個 千島湖的事情 雖然好像是不好 但是給我們台灣人 一個很大的一個節省 很多人 很多的 很多的一種 幻想 這個千島湖都醒過來 對不對 就不會一坨再過去 真的就是這樣 所有都是 這個魔 他們那邊雖然是魔 把這個三十幾個人都燒掉 那不是魔 但是這個魔 成就很多人 讓很多人追求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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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覺得人生不夠依恥 人生不夠依恥 人生不夠依恥 是不是 你才會有所混化 有所體悟 有所太平順了 不太好 對不對 那一點挫折 讓你容易結醒過來 讓你施定一下 可能你才 對人生有所了誤 讓你了個字 也不錯 所以魔就是 有什麼魔就是 你作為魔 所以你自己唱 你自己唱 所以這樣講起來 一切的法文 太多太多了 因此 一切的正好佛土 你如果看 你的心 現在看你的心 我們如果是以煩惡的心來看事前那當然都是爭鳴狗立